她的眼光 她的眼光 頭幾頭其實是眼光 她永遠都好像對著你笑 笑得你心裡煩惱啊 亞洲的地獄與幽魂展 即將在6月25號台南美術館展出 官方目前釋出殭屍訓傳照 不禁讓大家嚇尿之喊 必須暫時停止呼吸才逛得完啊 這一幕也讓在座各位 終於回想起1985年的電影《殭屍先生》 那些年曾經一度被殭屍支配的恐怖 無論神情清朝官服 就連雙手伸直跳躍的動作 都仿佛親民的電影經典場面 讓我們派出驅魔道長林正義來壓壓驚啊 有精明的網友發現 南美館本身原子就是台南神社 打開地圖一看 周邊300公尺也都被官廟團團包圍 光是百年以上的老廟就多達時間 堪稱是最強結界 而這類似鄉溪感濕的場景 光是照片就讓人瑟瑟發抖 究竟感濕是什麼 這習俗又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讓我們跟著道長一起來揭秘 感濕文化原自中國湘西 被認為是一種茅山巫術文化 在清朝終極盛行 外傳讓死人可以自行行動 是湘西三協之一 由於當時中國湘西山礦崎嶇 居民謀生不利 許多湘西人外出工作後 客死他鄉 為了將這些獅生 運回入土為安 鄉溪感濕人行業 應運而生 但可不是 人人都可以升任這個工作 感濕將收徒弟 條件可是嚴苛 不但要年滿16歲 身高在170以上 且外表越醜越好 據說是鬼比較害怕 長得不好看的人 而屍體為什麼會上下跳動 因為感濕人在搬運屍體時 會用一根又粗又長的竹子 從屍體腋下穿過 讓屍體可以一個接一個排隊 雙手放在竹子上平舉 隊伍會有二至三位浮屍人 負責扛起竹子前後端運送 由於竹子有韌性 當隊伍前進期間 屍體因為跟著上下晃動 但由於天色混亂的關係 才讓人誤會 屍體一蹦一蹦地跳動 而根據相關文獻記載 在湘西趕時有三趕三不趕之說 凡被砍頭受剿刑的 戰龍戰死的這三種可以趕 由於他們都是被迫死的 死得不服氣 既思念家鄉又惦念親人 便可用法術將其魂魄勾來 以符咒陣於各自屍體之內 再用法術驅趕他們爬山越嶺 甚至用船過水的返回故里 三種絕對不能趕 分別是 病死的 頭殼吊緊自用而亡的 雷達火燒肢體不全 這三種不能趕 這些種種關於趕屍的傳聞 也都成為湘西趕屍 吸引人探究的關鍵之一 林陣營主演的殭屍先生 驅魔道長都曾還原過趕屍過程 也因為港片的加持 讓外界認為這些屍體 都是能夠在夜晚短暫復活的殭屍 一般人最熟悉的 就是殭屍穿著七朝服裝 額頭貼著黃色符咒 雙手往前平舉 隨著道士的搖鈴 一蹦一蹦的往前跳 也因此為趕屍蒙上了神秘色彩 一蹦下班